化齿鹅俗称达尔文之鹅 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之后 它从白色变成黑色来适应其栖息地的急剧变化 这种颜色的变化使得黑化齿鹅 能够融入被工厂污染熏黑的树干表面 一只白化齿鹅被鸟吃掉的概率比黑色型的大30% 到了19世纪末期 黑化齿鹅占到了98%的比例 但随着英国的空气质量在过去几十年里有所改善 这些飞蛾开始变回原来的颜色 虽然黑化齿鹅和白化齿鹅的数量在今天大致持平 但科学家们已经确定 白化齿鹅最终将重新成为该物种的主要代表 许多人指出 两个世纪以来的这一系列变化 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活生生的例子 化齿鹅就是从达尔文进化论中的名的